这是日本发明出的世界上最硬的金属升级版 任何钻头都无法将其贯穿 此前他四战四胜 让岛国各大钻头公司文风丧胆 颜面无存 而如今放眼全日本有能力 与之一战的只剩这个男人 他叫大聪亮 他有着全世界最大的钻头公司 钻头类型多达一万多种 是日本最会打动的男人 前几期 他就用这个凝结全公司骨穴的最强钻头 挑战了二埋态的最硬金属 但结果却没有成功贯穿 而金属却被钻头压得裂了开来 最终节目组判定双方平手 这场精彩绝论的对决 也瞬间登上了热搜 全网粉丝也都在期盼 两者能够再次交锋分出胜负 于是作为重粉狂魔的大聪明 立即开展了新型钻头的研究 首先 大聪明对上次对决留下的最硬金属碎片 进行了特性分析 普通金属被切割时摩擦产生的热量分散 很难聚集 但是最硬金属的热量区会逐渐聚集 这样的特性会使钻头磨损加速 这也是为何前几次对决 钻头均是磨损报废收场的原因 为了让钻头在钻孔时不发热或者少发热 大聪明在一个月内研制出了三十多款钻头进行测试 但结果均告失败 终于执着专一的大聪明在知田信长的长小职战中得到了灵感 制造出了这根最强钻头 他的头部有着多层研磨大合力 前排磨损之后 后排可以继续跟进 为了降温 钻头的住口口也扩大了二十倍 最强钻头研制成功 大聪明也当场给二埋泰发出了挑战书 其实二埋泰这几个月也没闲的 在分析完为何金属会裂开的原因之后 新一代的最硬金属也开始了制作 下面是最硬金属的制作教程 大伙点个赞呗 我们继续观看 首先 二埋泰将混合了特殊配比的高强度金属的粉末 注入模具之中 然后经过八秒压制成型 再用某些足球运动员的脸皮 将金属表面打磨光滑 经1300度高温处理 以及长时间的超高压低温冷却后 第五代最硬金属终于研制成功 大家都学会了吗 有兴趣的可以在家试试 为了保证金属不会再次破裂 二埋泰还在金属外部增加了一层金属保护层 用来抵消钻孔时产生的压力 比赛规则 最硬金属厚度为两厘米 如果钻头不能在金属上开孔 钻机突然停止 钻杆折断则最强金属获胜 金属被顺利贯穿则钻头获胜 再次裂开则平局 赌上企业尊严的比赛即将开始 大家猜猜谁会赢呢 只剑钻头慢慢接近金属进行施压 然后转圈研磨 一分钟后看起来竟然没有一丝进展 此时的大聪明显得十分紧张 不停地查看数据 突然钻头左侧的水花出现了变化 而这正是已经钻开金属表面的证据 峰山两个雷南达 解放在一起 女尽忠市で焦点 表参与 这个镜头我们可以发现 洞的周围已经有类似金属线的物体开始集存 钻头已经成功打开了突破口 突然钻头的声音产生了变化 钻头公司的职员开始欢呼提前庆祝 此时钻机停止了工作 这是否预示着他已经成功贯穿金属 终结了他的连胜呢 突然在场所有人的脸上露出了难以置信的表情 这发生什么事了 最硬金属并没有被贯穿 而钻头却已经完全磨损报废 最终还是最硬金属赢得了比赛 好取五连胜 这是钻头对决前后的对比图 经过测量 钻头仅仅只差三毫米 就能成功洞穿金属 真是太可惜了 如今世界最强的钻头公司 对决最硬金属连续两次败北 真的就没有一根钻头 能降服最硬金属吗 最硬金属会不会迎来再次升级呢 即将更新最硬金属第六战 欢迎点赞关注评论 下期更加精彩